花龄县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临时大会程序会 六号上午由副议长徐雪玉主持 各小组总召出席 县府秘书长饶中等县政府的一级主管列席 特别针对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农业 还有保安类57项追加减预算 在程序会议当中进行讨论 花龄县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临时会程序会 六号上午由副议长徐雪玉主持 秘书长陈德惠各小组召集人出席 欢迎在府秘书长早中率领则各居所长 客厂以及县议局列席 县议薛国龙、洋化妹 并且针对吉安乡、慈云山、火化厂、火化炉 更新议题提出建言 这十个之段三个人登记而已 是不是在排班作业上有所切实 有没有 要了解看看 更新的状况以及 就这几年你们怎么做 做到哪里 那才会有后夜延伸出来 过年的问题吗 那到底现况是什么 现况是什么 现在慈云山的锅炉 这种焚化这个 就是这个炉具到底是 几座是新的几座是旧的 那你人力上是 你现在是不是只有新的装好的可以用 还是只有旧的可以用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可以让我说明一下 明镇处长明亮珍也敬请说明 目前原本的炉具就是六具 那我们是针对于旧的部分去做一些的更新 所以现在还是六具的这个火花的炉具在使用 但是因为炉具素不变 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些的这个更新 所以就依照现有的炉具去分阶段的进行 那第一阶段我们是进行了四个炉具的更新 然后已经完成 现在还有第二阶段的两个炉具呢 还准备预计要进行中 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在工程的流程上面 它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过程 持续会当中各小组总召和现业也针对追加减预算项目提出建议和讨论 这一次临时会并且提供的类别有名政类25案 财政类1案 监政类1案 教育类1案 牛业处7案 保安类9案 共计有57项 并且在2月9号2月10号进行一读会议和各种小查审查 在13号进行二三读议程 接下来就欢迎黄色未老